早安您好 欢迎收看我们财富四方的单元 今天要谈的就是 如何善用公积金来购买组屋 是的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国人可以动用到公积金 来减少现金的开销 是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公众如果说 你耗尽了大部分的公积金 来付这个组屋贷款 这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明智之举呢 对 我想到的是 尤其是当出现 比如说失业或者减薪 等等的情况出现时 公积金存款通常也跟着会减少 那么这么一来呢 如果预算不经的话 可能就不够公积金 来还组屋贷款了 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真的是很糟糕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精打细算 那么今天呢 有两位专家来到现场 很高兴地邀请到 公积金局的专家 还有财务规划师 给大家在这方面 提供一些意见跟好点子 是 马上欢迎两位 首先是 中央公积金局 住房计划助理署长 白尔燕小姐 早安 早安 你好 以及本地财务规划师 吴嘉焕先生 欢迎两位 好 当然首先 我们要先请教白小姐了 如果我现在呢 要利用这个公积金当中的储蓄 来购买房子的时候 首先我应该要注意 哪一些事项 OK 如果要用公积金 来购买房产的话呢 你只可以动用 这个普通户头内的存款 就是CPF Savings Account CPF Ordinary Account 对 只有这个户头的存款 可以用来购买房产 所以呢 可是你必须 就是清楚地知道 因为公积金呢 毕竟是这个退休储蓄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会员在购买公积金 用公积金来购买房产时呢 要特别谨慎 OK 所以他们必须要 注意几点呢 第一点呢就是 这个他们应该清楚 动用公积金存款呢 是有一些限制的 例如说如果他们是用 像银行贷款的话呢 那么所能动用的 公积金存款呢 是有一个顶线 而如果达成了这个顶线呢 他们就必须用现金 来偿还他们的贷款 这个顶线以什么为标准 这个顶线是根据 这个房产的屋价 不是根据你自己的 所持有的这个储蓄购买 不是 就是我们叫做估价顶线 也就是房产的估价 和买价的较低者 所以呢如果他们 所动用的公积金存款呢 达成这个购价顶线的话呢 而会员想动用额外的存款 他们就必须在户头内先 保留最低存款的一半 目前呢是五万三千元 以上两点就是刚刚呢 白小姐提供的 另外要问一下 我们的财务规划师 无限一般人在使用 公积金储蓄购买组屋的时候 要做哪方面的计算吗 对啊 像刚才他所谈到了 除了这以外 我们也要知道就是 每个月你的薪水啊 就是需要缴交公积金的薪水顶线 是四千五百元 所以就算你赚六千元 也只是以四千五百元 来做一个顶线 然后缴交这个公积金 然后每个月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 你的薪水是进入这个 公积金的普通户口 所以等于说如果你的薪水 是四千五百的话 一个月只有大概九百元 是进入这个普通户口了 然后刚才白小姐也有谈到 就是公积金其实是 还有其他用途 就是主要是退休的用途 所以一些人犯的这个错 就是把每个月把全部 进入这个普通户口的钱 全部都拿来供这个房屋贷款 就是到了可能他退休的时候 55岁62岁的时候 他个公积金的存款 根本都不足够 可能少过六万块 所以我就建议说 公众应该不要 每个月不要超过七 用七百五十元来还这个房屋贷款 每个月不可以过七百五 一个人 所以一对夫妇 可能就不要超过一千五百元 这个是如果这个人 比较安全的 薪水是四千五百元 这样如果你薪水更少的话 这样还要再调下来 是 我好像听过有一些人讲说 大概到了四十多五十岁的时候 开始发现这个公积金里面的金额 可能不够用来缴房贷 好像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像刚才吴先生提到的 说有很多人都是用尽了 他自己所有的这个CPF储蓄 常见吗 我们提议会员呢 就是在购买房产 是要特别谨慎 所以我们建议他们采取这个 MoneySense的教育方针 就是确保他们的每个月的贷款 包括房屋贷款的等等 不要超过月薪的百分之三十五 所谓的MoneySense 我指的就是这个国家金融管理局 他们所推行的一项财务教育计划 对 那如果我每个月我都有钱 进这个我的公积金账户 我可以就直接一直用这笔钱 你是可以用普通户头的存款呢 不过好像之前我所提到的 最好就是保留一些存款 在你们的普通户头内 我可以用完啦 是可以啦 不过我们建议不要用完 因为毕竟呢 CPF是退休储蓄 所以呢如果用过多的存款的话 退休的时候就累积比较少存款啦 是我们看到了荧光屏上 刚刚白小姐讲的MoneySense的指导方针 来让你瞧一瞧它的网页网址 也就是cpf.gov.sg 上头呢有很多的指导方针 可以供大家参考 另外也请教两位 我们知道说 好像这个公积金的缴交率 会随着我们的年龄而降低 那是不是这样表示说 我可能要在一个特定的年龄之前 我最好把我的房贷给还清 白小姐 对 公积金局呢我们劝请会员们 在55岁以内 之前呢如果可以的话就还清他们的贷款 因为像你之前所提到的 他们普通户头的缴交率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是 例如说一个会员 如果他今年30岁 而收入是2000元的话 那么他每个月普通户头的存款呢 是大概460元 不过呢换成另外一位50岁的会员 而收入同样是2000元 不过他的缴款呢却只有260元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可动用的公积金存款是比较低的 对 吴先生有没有要补充的这一点 对就是其实很需要注意是55岁以上 因为在56岁开始 这个每个月的公积金缴交率 就是进入普通户口的 会从大概每个月18%降到10.5% 所以他差不多是降了一半 所以如果你本来是完全靠这个公积金去还这个房屋贷款的话 可能自己就要自己出一半的现金去还 所以其实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 其实房屋经纪也没有跟他解释这些事情 他们自己也没有去查清这些条例 所以可能就碰到说 我甚至看到一些父母 就是他们在55岁过后不够公积金还这个贷款 然后还需要就是孩子就是进来做借款者 然后动用他们的公积金 所以其实如果你规划不好的话 还可能影响到下一代 因为下一代他们也过后也要买房子 所以就是劝请国人在买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量力而为 不要把全部钱就是放在这个房子里面 对我听过很多像这样子的故事 但我们如果说现在可能要计划 一方面要买房子 一方面还要准备退休 那吴先生你会建议我们大家在这个公积金的户头里面 最起码要存有多大的一笔金额呢 算是一个底吧 以防万一可能说被财啊失业啊 减薪等等的情况发生 对一般来说我会劝请就是客户 他的公积金户口至少要有足够应付房屋贷款 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这个款项 八年到一年 对所以如果他每个月的房屋贷款的还款是一千元的话 像他的普通户口至少要有六千到一万两千元 像如果他的房屋贷款还款是两千 像就要加倍啊 至少要有一万两千到更多的钱放在这个公积金的普通户口 除了薪水之外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理财上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大家说在这个有限范围之内 可以累积到这笔财付 其实都可以的 好像刚才我讲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放进这个还款的这个金额应该有一个顶限 所以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你每个月放进这个普通户口的存款 大概是你薪水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可能你自己算一算 你用来动用还这个房屋贷款 不要超过你的薪水的百分之十五 这样夫妇就是大概百分之三十 这是要在百分之三十五以内 所以如果你这样的一个顶限来作为规划的话 通常这个人也会有一些钱做这个退休的用途